这个是什么美女 多少个 五个 十元三个 二五个三个 哎呦 太辛苦了 老板我给你拿五个吧 是的 有大的有小的 你不能给拿大 拿小的你肯定会拿大的 你给我上次 你给我上次了 你给我上次了 你新鲜的去我都没吃 你给我拿四个 四个了 四个 四个 我们也要 干嘛呢 你要大鸡 你要拿大鸡 我怎么会帮他 帮我们选 你帮我们选 来 来 他有微信 真是牛 这个你包好了 那个多少钱 十块钱 再帮他买一包 给钱给他 不要跟他讲价 就是真的一点 赚一点辛苦钱 不要讲价嘛 十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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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帘帽 对呀 你给我选嫩的啊 美女啊 嫩的 小的没关系 我们不讲价就是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越看越发展啊 谢谢 这个酸不酸 不酸 我们逛一下再过来啊 好 这里还有肥皮肠啊 啊 他该吃什么东西吗 这个还有 脸盆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就要去 挖很多脸盆 买啊 然后准备坐那个小火车呢 就去 这些 景区是吧 是啊 我们看看在哪里 应该是有数码上车的 不 那我看看是哪个地方 哦 是那个 自动手标区啊 其实这个呢 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 评众介绍一下 就是哪个地方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湘江的边上 那我们呢 就 我们中国一个近代卫人 写过关于这个 湘江上面一个沙洲 那么 自古以来呢 这个地方都叫做骨子洲 那么 毛泽东先生就 就写了一手词 是写关于这个骨子洲团 嗯 其实这个骨子洲呢 是一个 就是一个 光彩面的沙洲 因为 因为 这个 这个 毛主席的 提点之后呢 这里就出了名了 就变了一个 国家 makeup的一个景点 嗯 哎呀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来这儿 我看过他这个 这个 橘子洲头 好 我们先去地铁 那个 自动售票处 坐这个小火车 去到橘子洲头 啊 请乘坐 请乘坐 正是交通工具 离开景区 他这个 这个 好 我 我关一下直播 不是 关一下这个 看一下啊 他这个叫做 橘子洲情区 道立山情区 啊 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叫 艾满亭 和这个 吉子洲头 有一个 毛泽东的 这个巨型的雕像 还有栏车 为了保证 您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好 等我们 呃 请乘坐 正规 正规